印度神童阿南德日前警告12月10日约在第二周左右 世界将迎来动荡和极大影响 未来这一年将遇到七大灾难级危机 怎料预言竟再度成真 12月才刚开始就发生六大事件 其中二件台湾也遇到了 阿南德在影片中预言 卡拉萨尔派瑜伽又称印度星盘会在12月第二周 缓慢且稳定地形成 将对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 未来这一年将遇到七大灾难级危机 包括疫情严重 经济动荡 极端天气暴径 小规模的饥荒 全球供应链出问题 能源危机 电力短缺 印度神童还直言 12月10日后会加剧 在2022年下半年好转前 整个世界会变得更糟 阿南德甚至点名英国 美国 新加坡 以色列疫苗接种率很高的四个国家 都会面临极高的感染率 怎料12月才刚开始而已 就爆发变种病毒株Omicron 已入侵超过40多个国家 英国 德国 意大利等欧洲多国家沦陷 以色列直接锁国两州 此外 阿南德曾提醒 今年冬天开始就需防范洪灾等气候变迁 没想到印度南部日前几周降下好雨 超过30人丧命 其中有印度西谷之称的科技重镇班加罗尔 也惨遭三天暴雨袭击 许多民众受困 美国一晚出现30个龙卷风横扫六周 死亡人数暴增94人 在灾情最严重的肯塔基州 至少80人丧生 主要是一间被移为平地的蜡烛厂工人 预料最终死亡人数可能超过100 到场视察的州长说 汽车残骸及金属碎片跌起的高度超过4.5米 加上有腐蚀性化学物 相信现场不会再发现生还者 而12月进入第二周后 国际接连发生大事 包括 1.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东澳 2.澳洲声称出现全球首个Omicron亚行 更具传染性 3.韩国确诊数连续三天突破7000例 疫情更加严峻 4.世界卫生组织WHO市井 全球不应放松警戒 有非常高感染风险 5.尼加拉瓜宣布与台湾断交 6.台湾本土零确诊止步 中研院一名20多岁女子确诊 经基因定序为Delta 此外 台湾境外移入也不遑多嚷 指挥中心昨日一口气新增19例Delta境外移入个案 其中还有一例是大魔王Delta 印度神童阿南德的预言多次命中未来走向 他先前曾预言全球灾难将会在9月到11月加剧 如今魔王及新冠病毒变异株Omicron来袭 引起民众恐慌 也被视为阿南德的预言再次成真 阿南德表示 有四个国家要当心疫情反扑 更警告12月时疫情会扩大规模 引发外界关注 到底该怎样避免灾难 众说纷纭 但根本上有一点 人类的灾害 某种意义上都是人类自己带来的 人的道德下滑 贪婪自私 对大自然的疯狂掠夺和破坏 才是带来灾害的根本原因 人类要想从根本上自救 必须众德行善 爱护环境 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重建人的道德和信仰 才可能有真正的未来和希望 种种原因 人类的大淘汰已无可避免 忠心祝愿地球上所有人 都能明是非 做好人 得平安